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的视频我们将针对于这款模型的所有东西进行一个简单的评测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下面的分享关节 我个人认为呢机娘基本上在身形比例方面大部分应该都是差不太多的 然后在整个身高角度方面的差不多和MG的海盗高大是比较类似的了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一款PA的白机到底是用了寿物的哪一款作品 所以说这里呢我们就不去探讨这样的问题了 毕竟我才刚入坑 那么整个头部呢其实我个人最不爽的一点就是在整体的头发稍微的有些尖了 对于整个把玩的效果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了 这个需要各位稍微的注意一下 像各种各样的耳朵配件以及双马尾的一个配件呢 这些啊都是可以各位自行的选择性的替换的 那么根据说明书国呢最基础的差不多呢有四款脸 但是我个人其实针对于双马尾来说呢还是更喜欢这种单马尾的 所以说我就当前使用的这个造型的了 在当前状态下的耳朵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白色的绒毛零件其实它是容易弹出来的 这里建一个外直接用胶水给它加固就可以了 在面下部分除了这个基础脸以外呢还提供了一个胶修脸以及一个生气脸 整体的造型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总感觉我这个胶修脸的眼睛稍微的有些歪了 另外呢还提供了一个认真脸 这个部分我们一会呢再介绍武器载件方面到时候再说了 整个头部通过一个双段的裙心关节进行连接 整体的活动幅度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好的了 在身体部分看着是比较纤细的 下方是采取了一个类似于裙子一样的装甲进行配置了 下端这两个部分还是像裙甲一样能够带有一定的活动性的 那么胸部呢是通过一个卡扣进行连接 还能够进行已经能下满 但是当前这个角度呢我总感觉有一些下水了 所以说不太好看 建议各位给它调整到这个角度 看上去啊会更自然一些 在领口部分提供的零件这里呢是比较松的 建议各位对这个部零件呢进行一定的浇水加固 在后背部分是有三个通用接口的 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在后续安装上其他装备所使用的这么一个接口了 在整个胸部上面是呢是通过一个关节进行连接的 整体的活动幅度以及手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实的 幅度的话后仰呢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弯腰幅度就比较小了 下端是采取了一个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这个球形关节其实连接的不是特别的紧实 同时插进去呢也是比较费劲的 我手中的这款白机在胸部最大的问题呢 我也就是认为在整个上半部分的这个关节啊 它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紧的了 而且由于这款木型最大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PC件的部分 所以这个零件我建议各位呢 拼完了给它进行斜起 给它消出个尖来之后再给它插上去 或者说呢如果是感觉松了 给它进行一定的塞制或者说蓝丁胶进行下固 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肩甲部分整体的小臂造型 以及整体的修长造型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了 那么在整个肩甲活动性呢 整个手臂上台差不多能够达到接近180度左右 上臂的旋转呢 这些都是基本上可以的了 前摆幅度只能达到一定的角度幅度 同时这个零件呢也可以通过外拉 实现一个大幅度的活动摆动了 当前这个状态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够用的了 上臂旋转基本上也是可以实现的了 曲绕幅度的话差不多也就是达到当前的这个水准了 手二部分是采取了一个关节进行连接 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幅度了 在造型手方面的提供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够用的 整体的细节以及整体的手指表现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了 但是因为这款模型呢 其实在手部呢 是采取了一个软胶的分件 所以说在整体的配色方面有一点偏黄 和主体的白色有一点不搭 在当部一共是提供了两种 一种呢是穿裤子的 另一种呢是没穿裤子的 这个灰色部分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以的 下方的细节比较浅一些 没穿裤子这个版本呢 在下方的细节呢可能会更深一些 当然了这个地方完全靠各位自行的选择了 在跨部的关节设计啊 是提供了一个下拉的机构 能够提升整个腿部的一个侧体幅度 以及前提幅度了 最高的也就差不多达到当前的可动设置了 后提的话呢 因为是有屁股的干涉 所以说呢 整个后提幅度只能达到当前的角度 在整个腿部的屈膝活动时候呢 差不多能够达到接近于180度左右 当前这个表现力 整体的可动还是可以的了 和胸部的问题一样 首先呢 在整个大腿部分的左右盒 我建议各位是给这个地方呢 进行摘死加固 之后再把下方的这个小零件 选择自己所使用的 到底是这个带有孔位的连接件 还是这个不带有孔位的连接件 然后给它进行浇水加固 再来 针对于整个大腿上方的这个关节呢 我们通过把这个边放在中间 之后呢 用水口前两边各剪一个斜边 之后再给它敞上去 那么这个皮子叶敞上去 效果会更好一些 在脚部的提供啊 是呈现了一个光脚的这么一个样式 所以说呢 在整个脚趾部分的细节刻画 也都是有提供的 整体的表现力还是比较好的了 脚部的关节 首先上方一个旋转机构 加上下方的这么一个活动幅度 比较大的一个关节设计 加上整个前脚掌呢 还能够带有一定的翻着活动的 但是这款模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呢 那就是在整个跨部 相对来说呢 会非常非常的松 所以说在站立以及摆动的方面 这个这款模型 不上支架 肯定是不行的了 那么当前我们所看到的 仅仅是这一款机娘的一个 简单的速体状态 其实我个人感觉 在速体状态下呢 对于我个人来说 在整体的可玩性上会比较少 虽然说有很多大佬呢 能用这个速体啊 去做各种各样的改造 但是机娘对我来说 我感兴趣最大的 还是那一堆的武器装备了 那么替换完武装形态以后 整体的造型就已经呈现了各位眼前了 其实当前的状态下 也非常的简单 仅仅是替换了四肢胸部 那么跨部这里的话呢 其实可以要替换成另外一个零件 但是这里替换比较麻烦 所以说呢 我并没有去进行一定的替换 当前状态下 也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武装形态了 这里边我有一个土头的点 就是把整个胸部全部给它摘掉 替换成这么一个平平的装甲 说起来的话 看上去啊 真的不是特别的好看 我这里建议各位 还是给它装上胸部 会更好看一些 在武装形态下 手臂已经腿部呢 都换成了这种类似于机械风格一样的 整个四肢了 但是这里边其实我更感觉 这个部分的四肢呢 加上这个孔洞啊 有点像万代的30mm系列里边的 各种各样的机甲 毕竟这个孔洞的话呢 确实还是蛮像的了 当前替换上以后 不知道各位感觉这个造型 到底如何呢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在膝盖装甲 这个白色零件是比较松的 建议各位呢 在安装的时候 直接给它沾死加固就可以了 同时这款墨像所提供的 一个机械的脚掌呢 前脚掌是有的 整个后脚杆是采取了 一个两脚式的这么一个固定 所以这个脚掌会偏大一些 与基础形态 现在小脚压进行相比的话呢 这个脚掌的接近性方面 会更好一些 虽然说这款墨像在跨部 是比较松的 但是由于这个脚掌的加持呢 会导致整个主体啊 在把玩上会更好一些 在主体的武器部分 提供了两把结构 比较简单的冲锋枪了 上方的细节 现在来说呢 也是比较少的了 通过握持手机 直接握持在手上 就可以实现整个光束步枪的 不对 突击步枪的一个过持挂摆了 同时在主体部分 这款墨像还提供了一个 比较简易的这么一个 支架地台了 整体来说的话呢 和魂支架是比较类似的结构了 但是上方的机械活动臂呢 其实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而且都带有类似于 齿轮关节一样的东西 整体的把持力度会更好一些 我们只将将整个柱形卡榫呢 接在整个屁股上 就可以实现这款机梁的 一个空中的摆子式的样式了 固定效果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感觉这个卡榫固定效果不太好以外呢 这款墨像还提供了一个 夹子的固定卡榫 可攻玩家自行选择 除此以外 这款墨像在武器配件方面呢 还提供了两把钛刀 以及两个小手枪了 在整体呢 是采取了一个金属成形色的一个零件 所以说水纹会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一些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墨像最最吸引我的一个部分 那也就是提供了这么一个摩托车的载具了 那么我相信啊 当我拿出这个摩托车的载具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朋友说 说这个东西啊 其实看上去呢 并没有马超机梁的那个好 的确啊 降温机的马超机梁呢 在整个摩托载具方面 相对来说呢 会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细节表现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各位师傅有想到 这个模型好像要比马超机梁出的还要早 所以说马超机梁 如果说真的还没有它好的话呢 那马超的机梁 其实确实呢 就没有什么可买的了 在载具方面 整体体积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加上这一款模型所提供的一个 零件精度锐度 都是比好的一个前提下呢 最后这款模型呈现的这么一个效果 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了 轮胎部分为紫偶核机构 前轮胎是可以转动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后轮胎啊 好像也是也是可以转动的 不好意思 这里边我忘转了 但是啊 这个时候手感有些声色 不是特别建议各位去使劲的 进行一个把玩 在整体呢 也是涉及有各种各样的展开机构的 首先就是前面的两个白色盖板的这些动物 通过一个活动过节 是可以进行应用的活动性的 同时内部啊 还可以挂载上这款模型所提供的两把台刀 以及手枪了 台刀的方式啊 其实挂载的呢 就比较方便了 我们直接插上下端的卡榫 给它挂上去 就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挂载样式了 但是手枪的挂载样式 说句实在话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喜欢 毕竟这个卡榫呢 本身就是斜着的 而手枪的卡位呢 却是有点直的 所以说这个固定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个小杆状的零件呢 很多朋友可能会把它当作一个废件 或者说流道 或者说水口给它剪掉了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常说的一个车灯子 所以说这个部分 千万千万各位不要呢 给它弄断了 一个蓝色的小透明件 在整个下端 这款模型呢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可动的 首先啊 就是在整个下方的白色装甲呢 能够进行大范围的活动 同时内部的两片白色 蓝色的透明件零件呢 也是带有一定的外拉活动的 这个效果展开以后 还是可以的了 这个时候啊 内部呢 这个白色的尖刺一样的结构呢 也是可以进行展开的 但是会和下端的这个白色零件 以及蓝色透明件 产生一定的干涉 这个地方的活动性 我个人呢 不是特别的喜欢了 但是要论整个模头 内部的细节的话 其实真的 没有那么多机械刻画的结构了 全是这种比较简单的 圆圈一样的细节刻画 尾部的喷射口的细节 类似于一个螺旋状的结构 这个部分的设计 以及细节表现呢 还是比较可以的了 而且两个尾端的零件呢 也是带有一定的活动性的 但是这里呢 就还有个问题 那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扣时 它总会自己弹出来 就比较烦人了 同时这款模特车载具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在I1这个零件 只提供了8个 但是这款模型呢 需要用到9个I1零件 所以啊 我就不得不把这个零件 所对应的这个I1呢 给它拆下来 安装上这款模型 所附带的其他的 白色外甲的一个零件了 不然这个模特车 确实是不太完整的了 好在这个部分呢 即便是拆出下来以后呢 还会有摩托车的握把 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卡榫 进行一个连接的固定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可以的 这个握把方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单段式的零件了 前方呢 虽然说有刹车的细节 但是这个地方 是完全的不可动的了 通过一个很长的柱形卡榫 直接插在里边了 后方呢 还有一个用来蹬脚的 这么一个零件的 可供玩家 自行的摆出任何的动作 同时为了搭配摩托车 这款模型 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配件 主要啊 就是在脚步换成了高跟鞋 以及在头部 是提供了一个头盔的设计 但是这个头盔和面颊呢 是基本上 完完全全的一体的了 所以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选择好了 是选择哪张脸 放在整个头盔里头 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替换下来 还是比较麻烦的了 那么整个头盔呢 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活动的 前方的蓝色透明件 是非常非常的通透 能够可以直接的看到 内部的脸了 这里的脖子关节 是提供了一个 所以我们还需要拆除 进行使用 那么替换上高跟鞋以后 这款模型呢 就基本上是 完完全全的不举的了 高跟鞋的鞋利面 也实在是太有限了 而且这个角度呢 确实不太好摆 所以幸啊 我们直接给它放在摩托车上 进行一个驾驶操作 那么我们只需要将 整个白鞋放置在当前呢 这么一个状态下就可以了 屁股的话呢 直接可以卡到这里边的凹槽了 脚步直接蹬在这个横梁柱上 手部直接握持整个 握把方向盘 那么这一款模型的所有东西 我们就已经 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其实本期呢 并没有任何的学校建议 因为在前面呢 我们就已经提到过了 各种各样的 一个修件的方案 或者说呢 一些有问题的零件 相对于来说 这款模型 我个人认为 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 模型素质表现 至于说明书封面上 所提到的这一些装甲 外挂的这么一个形态呢 说句实在话 这款说明书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形态 它完全压根一丁点 都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仅仅是给你体现的了 一些连接件啦 武器装备啦 这么一个连接方式 之后啊 就再也没有任何的 一个提示了 这面就直接是水贴了 所以我们只能 去看图再猜测了 同时这个地方 所使用到的ID 都是从摩托车身上 进行拆卸的 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索性啊 这里呢 我就不去给各位展示了 因为这个形态呢 我是真的不太喜欢了 说句实在话 这款模型 在整体的素质表现上 我个然感觉还是可以的了 感觉你的朋友 我认为 现在的价格 如果说你认为合理 可以充 但是当前这个疫情状态下呢 所以各位 一定要理智的 去购买模型了 这款模型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亮点 那也就是这么一个 摩托车的载具提供了 虽然说细节方面呢 确实不如一些 其他机娘的摩托载具 或者说呢 一些武器装备 但是在整体的可玩性方面 这个摩托载具 还是够用的了 本期的最高摩托分享 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拜拜